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麥克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台北市的賴媽麵攤 這是這一間麵攤正面的樣子 好,在這個小小的巷子裡 好,感覺蠻樸實的店家,然後價錢也很便宜 好,這個滷菜照一下,先看一下我要點什麼 這一碗麵誰的? 大菜肉絲好不好 好,那我要那個小的雙薑麵這邊吃 那個滷菜要怎麼算?如果大腸一份是多少? 70 好,那我就一份大腸一份花乾好了 欸,我看網路上好像說還有賣秘魯耶 有秘魯嗎? 有啊 那一罐多少? 60 好,那我來一罐,謝謝 好,那這個麵攤還可以喝秘魯,這樣不錯 早上那個也喝一下 感覺在這邊應該是已經開業很久的店家 好,謝謝 還蠻大盤的 好,那就從小菜開始吃起了 大腸感覺油都去掉囉 可是滷的蠻香的 那種外省式滷菜的味道 好吃歸好吃啊 就是沒有那個大腸裡面的油 我還知道蘸點辣椒醬比較夠味 好,他桌上也有醬油喔 我加了一點醬油 感覺稍微不太夠 因為剛剛有用熱水燙過 好,就是鹹度不太夠了 好,但他量還蠻多的喔 這個小菜的量還蠻多的 這樣兩個人吃大概也夠 然後配料裡面就是有薑絲跟蔥花 然後這種外省式滷菜的味道 好,那分數我覺得是84分 還OK啦 好,再來是這個雙醬麵 先來吃吃看 感覺好像還蠻好吃的感覺喔 這應該就厲害了吧 好,我剛剛先嚐一點味道 這個炸醬跟芝麻醬的味道 還蠻香的 醬夠濃郁了 嗯 麵也Q彈 好,料用得不錯 蠻標準的 醬的味道蠻濃郁的 然後配上這個QQ的麵條 蠻好吃的喔 好,這芝麻的味道很香 好,這芝麻的味道很香 然後就加長麵條 然後這個配上豆芽菜 然後這個炸醬裡面 就還有一些豆干這些東西 還有點絞肉 好,這樣一早吃起來還蠻豐盛的 不錯喔 看起來是一間老店 嗯 這個麵就好吃 好,這個麵分數我覺得是90分 這個麵好吃 很濃郁喔 醬很濃郁 嗯 嗯 好吃 讚 好,那醬的料 讓各位看一下 蠻香的 好,最後是這個 台灣壁爐 一早就開喝啦 朋友喔 開一杯喔 好,那爐菜 好,那爐菜夠給你乾杯的 爐菜不錯 好,請各位朋友乾一杯 好,請各位朋友乾一杯 據說這個瓶子的壁爐還蠻難買到的 好,可以看一下 好,可以看一下 這家有 乾杯 嗯 口味不錯喔 好,台灣啤酒真的蠻好喝的 它這些 嚴選 大麥雅 蓬萊米 芬芳型及口味型 啤酒花精釀 口味是傳統口味 敦厚型啤酒 香味獨特 新鮮純正 乾醇 是這樣 讚 還是喝個稍微就好了 敬各位朋友乾 好,這個醬值得拍一下喔 這個醬好吃 然後永豬油和傳統的麵店 滷菜都擺進去了 讚 那請問我的多少 205 205,好 這個混沌也是現包的 看起來蠻不錯的 好,205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你 好,那同廠家印 前面還有一個 古早味早餐店 好,順便拍一下喔 應該也是蠻便宜的 好,那這邊也有蛋餅這些的 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最後就回到這一家 那早上就可以點個滷菜 然後配個麵 然後你興致油油 再配個壁滷 蠻好的 好,那各位來 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今天就來到了台北市的中哥手工蛋餅 這是這一間店側面的樣子 好,這是這一間店正面的樣子 因為有朋友講說這家店蛋餅蠻好吃的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就在敦化北路的巷子裡 好,小姐你好 想請問一下您推薦什麼蛋餅 是您家的招牌呢 油條蛋餅 油條蛋餅是不是 蠻特別的 好,那我就點那個 來這邊吃 來這邊吃 好,謝謝 另外網路上有人講說 您長得非常的漂亮 好,謝謝 好,超快的 那飲料您覺得 那豆漿跟西門茶 好,那豆漿好了 好 謝謝 超快的 OK 好,那邊照一下 好 好 應該蛋餅已經賣很久了 35年 35年 很辛苦 超快的 超快的 OK 好,現在就吃吃看 這個油條蛋餅 我還真是老油條 喔,不 這個油條蛋餅應該是蠻好吃的 哈哈 哈哈 吃吃看 蠻特別的 在別的地方沒有吃過 油條蛋餅 嗯 算好吃吧 因為這個 結合是蠻特殊的 好 不過這是我個人的感覺 澱粉配澱粉 澱粉配澱粉 比較 沒那麼習慣 通常都是比較習慣 蛋裡面包肉啊 什麼的 好,油條算酥脆 嗯 聲音也蠻好的 好,那這個美女加持的話 就分數是85分 嗯 那盤子還蠻可愛的 好,這個豆漿喝喝看 嗯 豆漿是算清爽型的豆漿 好,清爽微甜 好,那豆漿分數 我覺得是81分 算是中規中矩的店家 好,那這邊有菜單 可以看一下 好,生意蠻好的 好,那小姐就非常的漂亮 謝謝 平常有在做Model嗎 沒有 哈哈哈哈 老闆比較沉默 好,那賣蛋餅應該是賣很久了啦 米粉73年到現在 好,這樣 辛苦了 那怎麼開發出這個油條蛋餅 蠻特別的耶 客人發明的 客人發明的 喔,是客人發明的 我本來是只是說 這個原味再平過來 客人就 想要吃什麼 他們就會想 自己想 想出來說 加個油條吃吃吃看 喔,這樣 OK 那就是功能還不錯 然後就再加到米 了解 好,那覺得這個中歌蛋餅 也還蠻不錯的 好,謝謝 謝謝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